台法官如果是解罪出來是合憲 你什麼時候要判斷 我在等這個判決 你都說你不會判斷 司法的南部的 要判斷死刑完就要再等 我稍微有失望 到目前的表現源源不及蔡清聖 他在那邊就斬釘截鐵 就說出兩件事 第一個 他認為死刑有錢 第二個 他認為死刑要費 可以 讓立法院來說 部長你的立場是什麼 閃對非凸死刑你的立場 我想法務部的政策都延續性 那法務部的立場 在上次就干委員提的 4月23日那個憲法法庭的辯論中 我們那個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是主張死刑這個制度是核限的 那這個立場我們目前都沒有改變 台法官如果是 解罪出來是合憲 你什麼時候要判斷 這個核限的一個解釋 因為我還沒有出來嘛 那他要合憲 他要解釋 如果說有涉及到一些的 他一定有一定的一些的結論出來 我想我們依照這個核限的一個判決 我們來做一個處理 多久的時間 我這個我 我在等這個判決 你在等 你都說你不會輸的 修法的男方的 你辦人這麼公平 這要穿殺死刑圓就要再等 我稍微有失望 今天我對你格鬥的基態 部長台中捷運隨機砍人的 這個影片你有看過嗎 有看過 你看的是什麼心情 這個很痛心 今天要不是 車上的乘客 竭力的冒著生命危險制止他 他所以就重演十年前 症結案 造成更大的死傷 對不對 是 那我想請教 部長 如果死刑廢除了 我們來看今天台中捷運的這隨機砍人 他是計畫好的吧 這個還在 他宣稱的啊 他說他是計畫好的 而且他挑在十年前 鎮結這個捷運隨機殺人案的同一天 十年後的同一天 他說他是計畫好的 但是他又說他不想死 被抓到說不想死 他計畫好要別人死 他自己不想死 我不知道部長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個是 我想這部分還留待檢察門來查 因為這部分還在警方 我要跟部長說 這就是今天所謂廢除死刑主張者 要面對的荒謬 他計畫好要讓別人死 他自己不想死 完全就符合廢除死刑主張者的論調啊 我也要跟部長講 我要肯定法務部啦 為什麼法務部在這個所謂的死刑 認為核縣這件事情上 展現了擔當 即便大法官在之前在法庭辯任 顯入新證 法務部還是一樣有這個擔當 可是我要講下一個問題 法務部另外一個讓我肯定的是什麼 就算死刑要廢除應該是怎麼個廢除法 法務部的立場 我們法務部本來 我們本來一種主張就是核縣 所以這個廢死的這部分 我們是我們有表達我們的立場 部長你的立場開始退縮囉 請問法務部原來主張 蔡新強部長 在我面前直接告訴我 他很堅定的告訴我 廢死也不該由大法官解釋 應該是要受過什麼程序來廢死 透過國會啦 不是嗎 透過立法啦 所以你不認同 這是法務部的主張是沒錯 但是憲法法庭的判決的 因為我現在不能夠作為一策 可是我必須這樣講 你到目前的表現 遠遠不及蔡新強 他在那邊就斬釘截鐵 非常有擔當 就說出兩件事 第一個他認為死刑核縣 第二個他認為死刑藥費可以 進到立法院來廢 這兩個事情 我剛剛看你在第二段 你就開始閃爍啦 請問廢除死刑 是不是應該交給國會來廢除 這是法務部的主張的確 對嘛 你就直接講嘛 不是嘛 你現在是法務部部長 我也不是問你今天個人 我問你就是法務部的立場啊 雖然蔡新強部長 連他個人的立場 他都表達出來了啦 包括法務部立場 如果宣布死刑核縣的話 我想請問部長 到目前為止 我們法務部不執行死刑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就是還至限中嘛 好啊 那如果今天死刑確定是核縣的話 法務部要不要執行死刑 我們法務部是司法行政的機關 我們會依法辦理 好 所以你就是要 依法辦理是什麼 執行死刑啊 不是嗎 就是我們會依法 因為你現在主卻執行死刑 就是因為釋憲嘛 所以就兩條路嘛 如果死刑被宣布違憲的話 當然法務部你不用執行 我也不會勉強法務部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就期待法務部 今天是違抗這個大法官的 這個法庭的解釋 但是如果大法官認為死刑是核縣的 拜託部長記得今天的話 目前死刑沒有執行 形同實質廢死 是因為你剛剛說在大法官會議解釋當中 如果解釋出來核縣 請你回到法律來辦理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依法辦理 謝謝 以上